大家好,我是小幫手建立 今天小幫手要帶大家來去出任務囉 現在要過去騎力汽車 做交車前的整備檢查 其實我還蠻緊張的 一早就接到肖哥的電話 肖哥已經在騎力汽車等我了 靠吳老闆,你看看 現在當老闆是不是很辛苦 幾點了,都幾點了 還沒來 來 抱歉,抱歉,來完了 他應該發育了 對啊 真是的 今天幫人家整備有沒有 我都特別來到這邊等你了 你在那台來 上班時間塞車 都10點了 我們今天這台車要整備 因為已經整備要交車了 吳老闆麻煩一下 順便交一下我們建立 再麻煩吳老闆的 沒有,這台車它的車主它是在做什麼的 車主是在做盥洗業的 盥洗業的,這個是很辛苦的工作 每一塊錢都是辛苦錢 我為什麼會知道 因為老蕭在當學生的時候 我有去盥洗業打工 那個真的有夠辛苦 都要頒重力 賺的每一塊錢 都是真的是靠體力我來賺 我的腰傷 我脊椎的腰傷 就是那個時候受傷 直到現在 這個 努力工作 賺了錢 然後買一台車 好好的 這個 靠場自己 對,靠場自己 這個應該的 所以我們要給他一台好車 我們現在有檸檬車調管 檸檬車調管 檸檬車調管 所以說這個 吳老闆,待會問一下 沒問題 幫我好好檢查 我們一定要 這個很完整的交給我們客戶 吳老闆 我們每一台車進來的時候 為什麼都要貼這個 只要引擎是需要施工的 就會貼這個保護膜 因為貼這個保護膜 是防止漆面受到刮傷 是這樣子 所以就是我們來的話 會貼上這個 就是未來要保持 說不要讓它刮傷受損 對對對 有時候有些客人 美容做完了 你沒有貼這個的話 直接上保護套的話 它其實會不太好 了解 這樣子真的還蠻細心的 這沒問題 這一定要做的 那吳老闆 我想要跟你請教一下 檢查機油 我要該從哪邊檢查 以這一台車來講的話 以這一台E-Class最新的 其實車主都不需要做檢查 是 因為它只要機油量 水量跟所有的東西 它只要有不足的情形的話 它直接會在儀表板亮燈 所以基本上是不太用去開引擎蓋的 喔 了解 所以我們不用像以前人家說的 就是我開車出門 要先檢查這樣子 不用不用 你在啟動引擎的時候 它會告訴你電瓶有沒有電 喔 電瓶的電不太夠 它會警示出來 機油油量不足 它也會警示 水量包括雨刷水 它只要有任何一個東西不足 不符合標準 它都會亮燈 現在的車主已經不太需要去開引擎蓋了 我們現在來檢查它的電瓶 有沒有 現在電瓶它的壽命是相當良好的 所以這個電瓶 是很健康的一個電瓶 我發現了這一台車 比較跟一般車不一樣的地方 真的喔 你來看看它的冷排 它的冷排居然乾乾淨淨的 跟新的一樣 真的耶 它雖然有使用過的痕跡 雖然有點表面的氧化 但是 這個是幾乎是在無污染的地方行駛的 是是是 對所以 它的冷排居然能照顧的跟新的一樣 我相信它的底盤 也是相當相當的乾淨 這個鍍鉻式板 是 還有它這個塑膠的下巴 好漂亮耶 下面都沒有刮傷 都沒有刮傷 這一台唯一 底盤有一點小刮傷的地方 就是這個 下貨板的地方 有一點點的 連貓都沒有貓 連損傷都沒有損傷 一點點小吊氣 那整個底盤看起來是 相當的乾淨 這也符合日本人用車的習慣 果然日本的道路比較平嘛 對對對 然後我們再往後看啊 是 這個排氣管 它的顏色 還有觸媒的顏色 是 都還是屬於比較接近新車時的顏色 哦 對 表示這一台車並沒有經過二超 所以沒有在二超的狀況下 對 它是都是比較溫和行駛的一台車 了解了解 是 很漂亮 郭老闆 這邊跟你請教一下 像有些客人說 為什麼這個看起來髒髒的 會有好像腐蝕的感覺 這樣算正常嗎 這個不是腐蝕啦 是 這個差速器 它並不是腐蝕 是 這個是鋁合金材質 它表面的一點點氧化而已 所以這樣子算正常的 是 因為它這個鋁合金 是本身就是 直接原材就上去的 它沒有經過烤漆 所以會這樣子都是正常的 OK 那我們再來看 它的傳動軸的部分 還有它底盤懸吊的部分 這些膠質 狀況也都相當好 這後面氣壓懸吊的部分 狀況也是相當好 對 這是沒問題的 對 這是沒問題的 屋老闆 那我們這台車電腦插下去 它的結果如何 診斷出來是相當漂亮 以這麼大的一個系統 診斷出來的沒有任何故障嘛 是相當不容易 相當漂亮的一台車 真的喔 對它不只車子漂亮 底盤漂亮 連電腦系統 整個是相當完整 沒有任何故障嘛 嘿 胡老闆 那我們車子檢查到這裡 算告一個段落了嘛 對不對 那如果像這台車子的話 你可以給它幾萬 這台車總體來講的話 可以給到93分 難怪我們銷售出去的車子 都這麼漂亮 我們敢用檸檬車條款 再給客戶多一層保障 如果你想要買一台好車 趕快來找小伴手建立喔 為什麼老蕭要用檸檬車條款呢 我們將心比心 如果我是消費者 我也不希望買到有重大瑕疵的 外匯車或者中古車 這樣的政策是對我們自己負責任 也是讓所有的消費者能夠安心 實行檸檬車條款 老蕭需要您的支持